一開始挑出的選手裡面算是程度最差的一個 我甚至在當上選手之前我還被同學瞧不起 我一開始是副選手 就是沒辦法代表比賽 老實說我的徒學美學真的不行 從早上一到學校 八點就開始練習 然後練到晚上九點 沒有假日 沒日沒夜的練習 有速度 精確 又完整 我總是想要破學長的技巧 既然都練了 就練到最後 所以那手整個都破皮 就打到整個都流血 指甲 指甲都練 就算很累 可是到最後學到的成果是自己的 每天都是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做了好幾百千次 Never give up 實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很心有毅力 我要謝謝我的指導老師 他在最後比賽那一刻 還是很相信我 一定會表現得很好 堅持出就我的 就是要貫徹始終了 我讓當初瞧不起我的人 瞧得起 同校的同學一直扶持 還有老師的鼓勵 我們才能繼續堅持下來 你哪邊不好就往前衝就去學 謝謝 贊助 謝謝 謝謝 我們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